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三天使的信息充满了象徵性的意义 对于初信者来说 很难很难理解 但一件事是清楚见到的 就是上帝在呼召你回到他的身边 透过启示录第十四章 三位天使的呼吁可以清楚地看到 上帝是多么的爱你 他是多么的希望你承受永生 永远地和他在一起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研究了第一位天使的信息 他敦出了这个世界回到他们的创造者 然后第二位天使 他警告世界关于巴比伦的假福音 至于第三位天使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在这次的分享里面 我们将探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他警告了人类关于那些与龙为悟的人 最终的命运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将我们带到最终的审判 和善恶大斗争的解答 也就是来到我们所熟知的末日 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里面 所使用的言语文字和描述的画面 一看下 可能与基督福音的美好互相矛盾 如果你阅读启示录第十四章 第九到第十二节 你会看到第三位天使讲到了受的人记 上帝大怒的酒 上帝憤怒的杯 以及在火与硫磺之中 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这个是多么得人害怕的一幅景象 但是不用担心 事情并不是总是看上去的那样 爱我们的主 为了我们的死在十字架上 祂不愿意我们永远的受痛苦 所以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到底要如何解读出来呢? 让我们一起来找出答案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的焦点 就是在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我们要对谁表示忠心? 在善恶大斗争的战场上 我们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 这里没有所谓的灰色地带 只有两个选择 上帝或者是撒旦 没有让你等待观望的机会 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们的品格和行为 会显示我们所忠心的对象 我们相信什么 就会在我们的行动 思想上将它表明出来 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的第一部部分 天使宣告说 犯拜修和修像的 会在额上、手上受祂的印记 其中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忠于撒旦 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留下明显的记号 会在我们的手上、我们的额头 也会象征着我们的行动和思想 都能够看到受的印记 拥有受的印记 意味着我们认同撒旦的计划和野心 并且我们选择属于它 而如果我们检视背道的 或者是假基督教教会的历史 星期日崇拜就是一个明确、实际的象征 表明了背道教会所忠心的对象 他们声称自己有权力改变上帝的律法 意味着他们将人的权力 置于上帝的权力之上 而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 他定了第七日、安息日和崇拜的日子 因为这样 星期日即是第一日 崇拜不单干犯了第四条戒命 当纪念安息日、第七日首为圣日 也违背了第一条戒命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因为星期日崇拜代表了人将熟悉的权力 高举过于真神上帝 第三位天使的宣告 那些有受的印记的人 他们将经历上帝的愤怒 他说 在这里我们很难将上帝的愤怒 和他的慈爱调和为一致 当然 这里有很多象征性的意义 那些人并不是真的用杯喝酒 重点是这里所提到的恶人 必喝那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酒 在旧悦里面 酒经常作为一种象征 用来描述最恶的可怕后果 酒通常会浸水稀释 但在这里 酒是唇一不杂的 浸在杯里面 这意味着恶人最终将经历他们选择的全部后果 在这个时候 上帝将停止延长那些选择行走撒旦道路的人的生命 上帝已经给了他的百姓很多机会归向他 并透过前两个天使的信息警告他们将要发生的事 但是这个罪的悲惨故事最终必须做一个完结 第二个象征所用的是火与流氓 这个象征着经历上帝的愤怒 就好像被火焚烧的时候那种的痛苦 这种火被容容是永永远远的燃烧 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相信 恶人将会在地狱被火永远的焚烧 而得救的人则在天堂向下注视着这群恶人的结局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结局并不是真的 永远远远这个词是这里的意思 并不是说那些人真的会被火 没完没了地烧着 而是描述了除灭罪这个动作的一个终结 这个被火所灭的必永远消灭并且无法的恢复 换句话说火会一直的燃烧直到什么都没有 然后一切都会结束 除非我们了解永远远远在这段章节当中的真实含义 否则一个充满慈爱的上帝折磨着他所心爱的生灵 无论直到永远或者只有一瞬间 这种想法都将是毫无道理可言的 我们很难理解学人最终的死亡 因为还没有人经历过 当人在地球上出生然后死亡 他们经历了第一次的死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自然定律 但是还有一种是永远将不再存在的死亡 将由恶人经历 这种永远的死亡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次的死 而且这种的死亡将不会再回来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之所以令人惊讶 是因为祂甘心情愿地为我们死 祂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被救赎 祂禁爱我们以至于祂愿意不再活着 不再进入天国不再见到祂的父 令我们得以存在 耶稣復活的事实是一个神迹 表明了祂真是击败了罪的权势 而这个将是在我们永恒的岁月里 不断学习的一件事 在十字架上 耶稣承担了所有人类的罪业 当上帝最终离开祂 痛苦地离开祂的独生爱子 耶稣承受了未被救赎的罪 所带来的全部后果 和上帝完全的分离 祂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给我们这些相信 祂是救赎主的人 不自滅亡 反得永生 被钉在十字架上 肉体所承受的痛楚是难以忍受的 但更令耶稣绝望悲痛的是 因为罪令祂看不见天父的面 甚至必须和上帝永远的分离 这个心灵上的剧统令祂长断心碎 在最后的审判日 当恶人意识到 他们即将永远和上帝分离的时候 他们也会有类似的经历 在知道他们已经选择和主永远的分离 放弃了和耶稣同享永恒的生命 和完全的平安喜乐之后 当他们最终明白上帝的爱是多么丰盛 这将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 但是已经太迟了 基督教作家怀爱伦这样解释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整个神格、圣父、圣子、圣灵 都感受到耶稣所经历的痛苦 而我们必须记住的是 上帝知道在最后的审判日 所发生的第二次的死 是有多么可怕 毕竟祂自己也有经历过 这也是为何祂透过三天使的讯息 向我们发出这些警告 并且我们都需要这样向世界作出提醒 你就是上帝的使者 现在就是邀请人选择高扬基督 因为祂战胜一聚 并令我们与上帝和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